就是一名中道義,那就是中道 在空有的境界同時顯現的時候,能夠平衡 這個就是中道,不落空不左右 那麼,在前教法門很強調你要聞師修三種智慧 我們看這個智者大師的法華賢義 他解釋這個廟法蓮華經,他解釋這個廟法 他解釋這個廟法分成兩種法廟 一個是實法廟,第二個是全法廟 智者大師讚嘆言頓的法,真實的法是廟 就是你直接依止慶盡心而起修 跟境界一接觸的時候,不落明言,這個法是廟 但是智者大師也讚嘆全法 就是你從文師修對智上的法門也是廟 其實這兩個法是相隨隨的 我們老實一點說,我們一個剛書學者 你說我們面對境界,不落明言 是不容易做到,有一點強人所難 因為我們內心當中的明言已經是竄習太久了 你可以試試看,你跟境界一接觸 只有第一剎挪是限量 第二剎挪,你馬上產生一種對立 你我的對立 從你我的對立當中再產生愛真取捨 那各式各樣的煩惱有活動 一定是這樣的次第 所以一個初學者 不可能一開始就入不思議境 不可能,一定要思議 這個時候呢 在全教法門就是你要對字 就是你要思維,你要可以思維佛法 思維不盡苦無常無我 來破我們的明言 以明言來破明言 但是當你在出家一段時間 你不斷的以對字法修了以後 你會發覺啊 你在佛法中的思維的明言 它能夠消除你其他的明言 就是你能夠從對字法中修一段時間 你發覺你平常的明言會減少很多 這件事情真是妙 佛法的明言是在 佛法這個明言啊 佛陀他雖然赫字希望的明言 但是佛陀他也說法 他也講出一個明言 但是這個明言來到我們心中的時候 他能夠消除我們其他的明言 你看佛法是這樣子的 你從佛法的明言裡面去思維 因言守身法,我受盡失控 諸法從本來常治即滅相 這樣的一種清淨明言 他能夠讓你一天一天 把那個心中的明言給洗掉 所以這個全法 它是隨順你死法的 這兩個是相隨順的 總之我們最後的目的是要得到在無違法的限量 這個是最主要的 先得到根本制 然後這個時候的第二個再得到有違法的限量 觀察十法界的識別 但是我們剛開始還不能夠放棄在佛法中的比量 還不可以的 這些全教的對視法門,文師修還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知道目標是限量 那麼這個是講到我們這個視 對於境界的一種認識 有三種的認識 限量、比量、比量 再看第四 視所言盡 那麼前面的量是 依著能言的心來說 那麼這個地方是 依著所言的境界 也案例的三種 第一個是信淨 第二個是待直淨 第三個讀引淨 先看信淨 為時根成之大 即時定果色等相分淨 唯一時總生 不遂能言見分總生 名為信淨 那麼這個信 什麼叫信呢? 這個信就是真實的意思 真實的境界 什麼叫真實的境界呢? 這以下說明 為時根成之大 這個時啊 就是一種真實的作用 這種作用是由種子變現的 不是我們分別心所變現的 比如說 那麼 這是一個桌子 這個桌子是有真實的作用 它能夠放書本 能夠有很多的作用 那麼你說這個桌子很大 這個大小 這個法是分別性案例的 這是一種對待的 這個大跟小沒有真實作用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信淨是講 真實作用的五根 這個是講正報的色正 以及六成 一報的六成 那麼這種根成四大 都是有真實作用的 即食定果色 有真實作用的定果色 就是我們在禪定當中 所獻的色身香味觸法 這個定果色 或者定制在所生色 這種相分鏡啊 都是依止死種生 都是依止我們的善惡的業種生 不是隨順 能言的見分 就是這個分別性 所生起的 叫做信淨 這個信淨就是說 這個境界的顯現 它是由業力所顯現的 因言辨的 不是我們的分別性把它獻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眼前真實有一碗飯 這碗飯是如此的 現前在我們眼前 這個時候這個飯 我們取到了 叫做信淨 假設我們在倒座的時候 我們思維 現在放蒙山了 這個地方有一碗飯 但是我們在內心當中 也會現出一個飯的影像 但這個飯的影像 不叫信淨 它是由分別性所創造的 但是它也是一種影像 但是這個影像 沒有真實作用 你觀想這碗飯 你不能保 它沒有真實作用 它也不是由死種生 它是由分別性所生 所以這個信淨 就是它必須有真實作用 有死種 這個死種就是 阿賴也是的善惡種子所變現 不能夠由分別性所現 這個就是信淨 第二個 代子淨 那麼 什麼叫代子淨呢 為心嚴禁止 夾帶本質 便其引下明代子淨 這是我們的八四的新王 跟境界接觸的時候 他夾帶物體的本質 但是 這個本質是現前 但是他去境界接觸的時候 他自己又升起他自己的影像 這個影像跟原來的本質已經不一樣 這是代子淨 這是代子淨 他夾帶物體的本質 便其影像 而這個影像跟原來的本質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 我們還是取這個第七意識 第七意識 這個新王 他的了別功能 他去攀岩 第八四的明了性的見分的時候 他也夾帶第八四的本質 就第八四的新王也現前 那麼他夾帶第八四的新王本質現前的時候 他去接觸第八四的時候 第七意識的新王本身 他在他的心中 現出一個第八四的影像 而這個影像是個我的影像 而這個我的影像 跟原來第八四的明了性已經不一樣 第八四的明了性是岔樓盛滅的 但是第七意識去觀察他的時候 內心生起一個 橫長住不便意的我的相貌 那麼這個就是戴子禁 這個禁戒已經跟原來的禁戒不一樣了 但是他還夾帶原來的本質 就有一點是本質的情況 但是已經不完全一樣 這叫戴子禁 第三個獨影禁 為第六獨頭意識不佔本質 自身影像名獨影禁 前面的戴子禁啊 是本質現前 所以他現的影像啊 雖然跟本質不一樣 但是跟本質有幾分的相似 但這個獨影禁不是 他是獨頭意識不佔本質 這個本質根本就沒有現前 沒有現前呢 那你自己打妄想啊 把這個本質給現出來 比如說我們放蒙山的時候 飯菜都沒現前 飯菜都沒現前 怎麼能夠有飯菜的影像呢 自身影像 自己的分別心 自己的名言活動 把這個飯菜給創造出來 而這個禁禁正是獨影禁 不佔本質自身影像 那麼這個是講到這個八世新王啊 耶的所言禁來說有三種禁禁 這古德有一個寄送啊 在形容這三個禁禁 我們把這個寄講一下啊 古德說啊 這個信靜不隨心 信靜啊 不隨順我們的分別性 信靜不隨心 因為信靜的出現啊 完全是業力的顯現 他沒有個人的分別性 信靜不隨心 獨影為從見 這個獨影靜啊 唯獨是從 見分 這個見分就是分別性啊 獨影靜根本就不佔本質 所以獨影靜怎麼出現呢 唯從見 從這個見分所生 代直通情本 這個代直靜啊 通於情跟本 這個本就是本質 代直靜的出現 通於情 就是通於我們的分別的情見 但是 他又有一部分是物體的本質 代直通情本 所以說啊 這個古德講啊 信靜不隨心 獨影為從見 代直通情本 那麼 我們在八世當中呢 去取這個禁禁的時候 會有三種禁禁出現 不過這三種禁禁 他只是在說明 他跟真實情況的一種比較 他不論好壞 不像前面的限量比量 非量 他是有錯誤跟正確 那麼這個信禁 代直禁獨影禁 都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比如說我們這個念佛法門 念佛法門 我們跟阿彌陀感應道交啊 有三種情況 第一個是持民念佛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所言的禁禁是明號 事實上明號就是聲音的意思 一記彌陀 念聖聽 念從心起 生從口出 因從耳入 這個時候 我們內心所取到明號的境界 是屬於性禁 不但明言 我們念佛的時候 只知道有四個聲音 阿彌陀佛 取到這四個聲音 這個時候 我們內心當中 真實在修行的時候 行其解決 沒有明言 不過內心有皈依的心 知道他是萬德喉民 但知道是一回事 那個時候沒有萬德喉民 這句話出現沒有 這個時候是性禁 那麼 假設我們是 觀想念佛 觀想念佛要有個佛像在前面 那麼眼睛打開 取這個佛像的相狀 然後取到你看清楚了 然後眼睛閉起來 閉起來以後 你第六意思 在現出影像 這個是戴之境 因為你有本質現前 但是你心中的佛像 跟原來的佛像 一定有紀律的 你不可能 在一個沒有成就 念佛三妹之前 你心中的佛像 跟原來的佛像 一定不一樣 夾帶本質 變其影像 所以這個觀想 這個叫觀像 觀像 觀像念佛叫戴之境 觀像 觀像念佛 他夾帶佛像的本質 但是心中所現的影像 已經不完全一樣 那麼如果是觀想念佛 那就不佔本質了 我們思維 從事西方 過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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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世界明頁極的 極度有佛像 阿彌陀經 現在說話 極度世界有七寶石 八公得水 一報莊園 極度世界有阿彌陀佛 一些阿羅漢 菩薩 諸上三人 聚會一處 在那個地方說法 神通自在 正報莊園 那麼這種境界 我們完全都沒有現前 但是我們《宋阿彌陀經》 從語言文字裡面 不佔本質 自身影像 也可以把這個影像 現出來 這就是獨隱境 觀想 觀想念佛 那麼 就是這三種境界 信境 戴之境 獨隱境 所以我們看這個意思 持明念佛 是比較不耗神 不耗神 因為 信淨不隨心 這個信淨它沒有動分別 這個觀想觀像 一定要帶你的明眼 你不動明眼是不可能有限 進階現前 不可能 那麼你一動明眼 就表示有分別 有分別性就會耗神 而且有分別的時候 我們的分別 前一插螺分別跟後一插螺分別 還不太一樣 這是所言進會有變化 那持明念佛 你前一念的佛跟後一念佛號 應該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前一念是信淨 下一念也信淨 那個時候不帶明眼 所以這個持明念佛 的確是比較不耗神 那麼這個是講到八世所言的境界 再看第五 八世的轉一 這個轉 就是轉舍 轉舍八次 一就是一子 一子清淨的四字 那麼前五世 轉成成所做字 這個第六一世 轉成妙觀察制 那這兩個是成就化身 教化這些 凡夫菩薩 前教菩薩 還有阿羅漢 沒有入法身的 這叫硬化身 不過成所做字呢 他所成就的 是屬於這個硬化身的生土 正報的色身 硬報的國土 這種生土的莊嚴 屬於色法 這個妙觀察制 所成就是屬於心法 他能夠設持無量無邊的法門 也能夠觀察眾生的根基 而為眾生說法 是妙觀察制 那麼這個成所做字 所成就的是屬於生象莊嚴 國土莊嚴 那麼這兩個都是成就化身 那麼第七一世 轉成平等性制 這個時候 第七一世 跟惡空真如子相應 平等法性相應 那麼他所成就的是一個功德報身 無量光明 無量下好的報身 那麼第八是轉成大嚴禁制 那是成就親近法身 圓滿無缺 沒有缺欠的大嚴禁制 那麼這個是成就法身 轉八是成四字 那麼有這個四字成就三神 所以這個我們講這個凡夫到聖人 的轉變 是一種內心的轉變 就從我們這個 有我法惡子的八字 轉成跟惡空真如理相應的四字菩提 就是我們講 怎麼能夠成就聖人呢 就是破我法惡子 破除內心的我法惡子 那就是成就聖人 這是主要的是一種 內心的轉變 好 我們 有沒有問題 自信分別 我們待會可能後面會講到 會講到自信分別 你先知道自信分別是沒有名言的 沒有名言 那麼這個地方呢 等於是把整個八字 他的一個概況先做個介紹 那麼到了聖文的時候 那麼玄奘大師呢 會更詳細的把八字的一些活動的情況 會講得更清楚了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感谢观看